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我也可以说你一国两制的版本 你跟香港一样 立法局 你去查查看 我都帮你查过了 我可以被贴说 你是一国两制的版本 对不对 那你问民进党的主张 民进党主张很清楚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澎金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那现在所谓的大陆地区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统治 连国民党当时在ECPA审议的时候 他都讲什么 他都说这个 民进党说这个有条约 ECPA是有条约性质 国民党讲什么 他说是准条约性质 因为这个两岸特殊关系 所以是准条约性质 那你不能说 讲到对外谈判这个行政权固有权限 你挑大家同意的这个部分 那你又自己讲说 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 这个是特殊的 像韩国南北韩 它有特殊的一个条例 你也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那既然按照你的讲法 那大陆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这个也不是所谓的 这个对外的谈判 那当然也不是你新政权固有权限 那当然还是同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同样都是 今天大家不要去模糊焦点 说不然两岸人民关系 怎么修法修到现在 那都不用修了 大家都统突对决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每年几乎委员会 都在审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一个修法 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去 今天不要这个 我觉得你讲还好 你知道吗 那江一华院长去讲这些话 就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沟通 因为那个一个政治领袖 政治精英去讲这种话 我们对不对 这个是小朋友啦 不是握有国家权力的人 我们是担任重要的政府工作 或者是民意代表的人 我们不要去随这些大人起舞 在这种贴标圈 我坦白讲我真的是很不沟通这种做法 今天就大家把条例好好的修 就内容这个部分去讲清楚 那最后一点 我再就叫主委 你没有回答江黄慈教授讲 假如是涉及到说两岸的主权事项 或者是说 这个和平 譬如说和平协议或者是撤军 双方撤军的这些协议 那这个行政院版 没有 我没有看到你们要做怎么处理 要不要公投 那人民怎么监督 国会怎么监督 这个都撤军 不用 这个只要 这个下令就好 那武器减半 这个飞弹往后移 或者是我们就放弃 这个相关的军事的一些部署 那这个都行政命令就可以 那两岸之间 假如提到说 所谓的和平协议 或者所谓的这种忠诚协议的时候 那你们监督机制怎么办 你不能说 这个还没到所以不用 我们还是要就两岸 未来这个协议 因为两岸毕竟有特殊性 就你讲的 那这个部分怎么去除 你刚刚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主席交代简要回答 那我就简要回答 那个 第一个是邱教授 其实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的法律上 这个什么政府 这种字眼会消失或怎么样 其实这有很多是实物上的问题 因为就是说2008年以来 其实最重要两岸关系能够开展 就是各自争议 很多事情 其实用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其实它能够指涉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实物运作上也没有困难 不至于造成争议 那今天问题就出在于说 目前民间版的这种设计方式 以及民进党党团 以及其他的几个修正案的 那种设计方式 是的确很有可能 在未来对两岸关系产生冲击 所以我才会说 不管在理念上 你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 你们觉得这个问题要去处理 可在实物上 目前民间版 以及其他几个版本的处理方式 是会在两岸关系上面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醒的地方 那当然我也谢谢 这个邱教授提醒 就是说 的确这个 两岸之间的关系 不应该试用外患罪 这是没有错的 我只是顺着之前 你们的说法 顺着他这样讲 其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 两岸关系的这样的做法 应该是要从他自己特殊的 譬如说 当然这个 我本身不是刑法的专家 但是我想的确不是用外患罪是没有错的 但是现在民间版的问题是 它不是在实质上 有没有去颠覆国家的这一个问题 就科与跟像那种颠覆国家 同样的七年以上那么严重的罪 因为你只要违反 在这个民间版里面 违反那个程序性的规定 违反程序性的规定 还不是实体上 是不是有颠覆国家的问题 其实就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刚才讲说 你这种条文在那里 以后哪个公务员敢上谈判桌 刚刚主席劝我不要贴标签 这个我禁表接受 但是问题是我们行政部门 一路以来被贴的标签不知道多少 没有 所以我在讲就是上谈判桌的人 他如果回来被贴标签 七年顺便送一个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怎么办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都不是那段外患罪的 所以未来在形式 但是这个必须可以 这个行政人员的 这个相关的责任 这个你也不能说 去讲都没事情 没错 所以他就是要回归到正常的责任 就一个公务员 他应该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他就负什么样的责任 不要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违反了某些程序性的规定 就科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我们不争执好不好 有机会再跟委员再多讨教 反正因为你要我简要回答 那个赖中强律师 提到说这个制度的设计 是要正式现实 跟马政府的理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说 你眼中的现实 事实上恐怕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如果照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正式现实 你还这样处理 假设有一天你们当了官员之后 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所谓说因为现实是这样 所以你要把法律设计成民间版的这个样子 这样讲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你可以说你们有某种理念在后面 我觉得OK啊 大家就把话讲白了 可是你说正式现实 我们现实能够承受这样的事情吗 等一下我会回应委员主席刚讲说 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是陆委会主委 我必须要提出这方面 我看到民间版在这个事情上会产生的后果 所以身为陆委会主委 我势必要做某种提醒 但是我同意 主席委员讲的 我们不用不需要用贴标签的方式 其实今天很多专家学者 其实纵使他是支持民间版 也都是很客观的来讨论这个法律 这个我非常同意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是尽量做到这个样子 那刚刚那个赖律师也提到说 那个智慧产权协议 它这个部分不会有影响 没有错 因为事实上21个协议里面 只有两个协议是送审议 一个是ECFA 一个是智慧产权协议 所以你挑了一个 的确是不会有影响的 就是因为他以前已经送审议了 其他还有19个 他全部是送被查 所以这些在民间版里面 全部要重新议决 所以不能只挑你喜欢的那一个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那徐教授他要我正式的来回应说 难道这个要抛弃民主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支持民间版的学者 甚至有些同学 老觉得马政府要卖台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会很委屈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在维护国家的主权 跟台湾的利益 你可以不欣赏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为什么要去说 因为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就不要民主制度了 我们就不要人权保障了 我们就不要你们要的一些价值 我们的价值真的有差那么多吗 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资讯公开 难道四阶段的对公众的沟通 对国会议员的沟通 不是一种资讯公开吗 那国会监督 我们跟立法委员之间的这个报告 难道就不是一种 让国会可以监督的情况 各位学者 你们 我以前也是在学校教书 你们有没有一天 站在这个地方 被陈委员咨询过 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 这个国会监督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过去了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跟立法委员报告 像陈委员是很用功的委员 我讲你好话了 他会很用功的找很多问题 来质问行政官员 这不是你要闪就可以闪得掉的问题 这是真的国会监督 公民参与 在行政院版所设计的制度里面 也要求行政部门要开公听会 那更不要讲 平常公民所提供的资讯 本来行政部门就应该要去考虑 要考量 那现在也把公听会的制度 也放进去了 这也是一种公民参与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 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你们只看到你们要的部分 就说行政院版一无是处 那我们也只好说 其实如果照民间版的制度 如果最后政府是照这个方式来运作的话 两岸关系会陷入一个空前的危机 谢谢 我问的问题 你问了两次你都没答 对不起 这个其实我刚刚有答 就是说在民间版里面有提到一些 像和平协议军事互信机制这一边 在政院版没有设计 对不对 我刚刚已经讲了 如果你按照宪法的角度来讲 它是行政权要谈这些事情 可是它是高度政治性的东西 所以因为是高度政治性的东西 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因为我 这些是政治性或不是政治性 所以要有一个遵循的规定 所以就根据未来所通过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来做 但是在委员 我刚刚已经讲 我们已经说它不是优先推动的事项 马总统说要经过公投 那今天一个政治人物说了 他必须要负政治责任 政治人物 他要为他的承诺负政治责任 所以我今天这样讲 我现在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马席会或者是和平协议 这个马总统也没有排斥在他的设定的政治议程 对不对 他甚至剩下两年 你说快不快 就剩下两年的时间 我马上会碰到 那你告诉我 国会说就行政部门的意见 入委会主委的意见 那这些我怎么审议 你总是要告诉我 你的意见到底是什么 大家有沟通的机会 以和平协议 我们就用和平协议做例子好了 和平协议总统已经讲过了 要签和平协议之前要经过公民投票 所以就写进去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个政治承诺 这个是规定 所以要有制度化 法制化 就是任何人当总统都一并试用 不是吗 我觉得这种事情 你觉得说马总统就可以不用法律去规定 没有 我觉得你今天从法律的角度 你可以从宪政的角度 去区分行政立法各自的权限 那像这种高度政治性的东西 它虽然是行政权的范围 但是因为高度政治性 所以用政治来解决 政治解决 总是要用法律来规定 总统滥权怎么办 大家在担心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程序上我们先讲好了 我没有针对说特定谁 我只是说 像类似这种重大的 涉及到主权 国家安全 等等这些两岸的政治关系的安排 那这个当然是要 有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 你这个你不能视而不见 对不对 你不能视而不见说 马总统有政治承诺 那马总统政治承诺 我就不喜欢讲政治话 他就讲这个大家谁会相信 我说真的 我就会相信 只有你相信而已 那话不能这样讲啊 只有你相信而已啊 你看633 大家在讲到都讲烂啊 重点是公民投票的这个程序 大家的原因是在这里啊 公民投票的程序 这个是他讲得非常清楚的事情 我知道啦 但是我不是马英九的信徒嘛 不是他说什么 他叫我吃屎我就吃屎啊 对不对 我讲这样很难听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大家谈就是这一块 我只能告诉主委说 我们要修法的嘛 对不对 那行政委要提供给国会意见 那你没有提供意见 这个代表说你拒绝 这个国会的一个修法 我的解读是这样 那你假如有意见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纳入那个条文 没有必要 这个主委 主委今天已经明确拒绝说 这个没有必要 纳入那个条文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啊